朋友们咱们今天上一个视频 评论我看到了 我也删除了拉黑了一部分人 不是我小气啊 也不是我内心脆弱 我觉得这样的评论毫无意义 不阻碍你们战队和立场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我已经报警了 很多人是把钱还了 不然你就是骗子 这个钱该不该还 我已经报警了 等待警察处理 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证据 我不能私自行动 这是七一七二 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钱怎么还 你把视频 另外你把这个 涉及个人隐私的照片 不停的在网上发 这都是一些连锁反应 所以说呢 这里面问题没那么简单 咱们也不要催促我着急 怎么样怎么样 等着警察去处理 另外很多人说 你主动索要 就是骗或者怎么样 好 那我今天再给你们晒点证据 有相关的这个 赞赏的这个图文 给你们看一下 既然咱们选择选择 正确去解决真实的面对 好 咱们就打个榜样 肯定不止我一个主播 会收到这样的赞赏赞助 那行 我就先把这个笼包戳破 让大家看看 没有对错 就是实际情况 咱们还原一下 我给你们看看 好吧 这里还有一位胡姓大姐 之前咱们接了茶的广告 他就给我发私信 他说你卖茶 我说卖茶是我的工作 广告费是一个新途径 要见着在人 我说您不需要就不买 OK 给我发语音 我都用 我可以用文字翻一下 好不好 这就是咱们不是说破罐破摔了 给你们简单看一看 做个简单介绍 好 因为语音 语音可能有些人喜欢语音 是 你这样做可以做 但我特别支持带户我主播 我知道 虽然这里面里头我没有支付宝 也不在从网络上 OK 我说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一点一点看 是什么 就是 是不是主播 都是这个鸟样 这幅鸟样 人家加了你微信 你就是一门的想要索取 看看啊 你有想法了咋的 我跟你说实话 问你实话 你怎么不说实话呢 你就不用客套 你用语音 兄弟们 我是不太喜欢用语音的 因为这个有文字多清晰啊 在这我一个人用语音 咋不实在呢 我明明跟你说了 非常清楚 就咱俩实实惠惠的 我也不知道 啥玩就实惠 啥就不实惠啊 这就是给你们 停留几秒钟 你们自己看 您放心 我一定坚持做好自媒体 不是钱的事 OK 咱们再看看他又怎么说了 既然咱们把这个事实 选择这么解决了 咱们就别藏着 别噎着了 这位大姐 这位大姐之前 可能也在某人直播间出现过吧 也是 也是 是被策反了 还是说早有预谋 咱不懂 然后他也在 开始 风向也掉转 是的 我承认你做什么事能做 咱俩 说这事 是不是理解错了 我不知道啥事 不 什么事 看看 咱们你慢慢看啊 对对对 咱们呢 再看看这个 关于他是 怎么说的 说破无读 说破无读 还是那句话 接受一切法律制裁 但是还原场景 还原事实 我知道不是前世 咱们那个 个人不一样 你又觉得不一样呢 对不对 你怎么造声势啊 之类的 这是他对我卖茶的评论 我想 我说我想卖点 有个好态度 持下去广告 是不是主播都不要脸 一直想着就是坑门拐骗 咱们的工作 就随着市场环境 接待广告 粉丝量增多呀 卖点产品 都能活 哦 我现在采编 你的意思是说 我对对对对 是不是 我说不卖茶也给广化 厂家没有教求卖茶 是我不想比他们做的差 之前买茶 咱就废话了 嗯 之前接写 仅此我不要你红包啊 我不用 我不能用私下出去 哎 我可不是装逼 来咱们接着往下看 哎呀 看看怎么说啊 真不想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我 你们私下 你们想赞助我 然后呢 结果又反悔 哎 没事 你一说我就明白了 咱们 就是出的时间短 我也不知道 咱们是出的时间短 还是说咋地啊 不想让你再说受委屈 也不想让你跟 说明白 因为啊 刚啊 接广告啊 这就落了八缩的 咱不说了啊 接着往下看 我不能用私下收下 哎 这这就是看看啊 接着又怎么说 嗯 那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 那你什么意思呢 就不能买点水果 玩着吃吗 让你妈看见 我都不输 哎 这这这很让人感动 非常让人感动 这这 这你说对不对 接着看 一般他们都发语音 所以这种截屏 我我我 我都是发文字的 时间久了 心态变了 你傻呀 你都四十来岁了 还心态那变 哪变 你呀 我父母都八十 也是孩子 我们能拿你当孩子 没有考虑的 哎 就这么一步一步 把你送向神医院 听懂了吗 我一定会照顾自己 然后看看 十分感动 然后呢 嗯 就这些啊 你说你到收还是不收 都到这份上了 对 然后对对对 咱就把红包里了 下不为例 看着没 我没有端章 有一点一点滑 我也接受你的质疑 我也可以随时跟这个 呼泼 这个大姐 咱们随时连呗 电话录音 现场咱都可以沟通 就简单说的 之前还说过了啊 那我就是你的 妈妈一样的人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OK 那你们就往下看吧 早上出发事 就你进 别隔离了 对不对 是不是 OK 对对对 然后看看啊 就是我上高速之前 我确实跟他说了 我说我确实 问我 一直问我 没有什么困难呢 我说困难 就是上高速 上高速肯定会费用大 我这费用不够 从这以后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就这个 就这个 你必须一路回到墨盒 你看看 看看 这就你们自己去看啊 我接受一切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朋友们啊 这是第二期视频 咱们能把这个事情都放在这了啊 没有意思把事情非诚搞大 搞臭谁 还是那句话 我已经去报警了 很多人说算自首吧 好 算自首 那OK 等待警察下一步处理 这里会有很大问题 咱们不能逃避这种社会现象 就我一个人收钱吗 那收了钱 不收都不行 哎呀 你不收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像你父母一样 爱护你 下不为例 这次收了吧 等等等等 就是说这种人间冷暖 在你困难的时候 咱们都能赶到 现在也一直在赶 包括我也会跟他们说 以后欢迎你来墨盒玩 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不是成为收钱的理由 不是 绝对不是 但是 你说怎么办 反正现在我全部把这事都坦 坦然了 我要坦然面对 我也都跟警察同志也都汇报了 我就在随时等着24小时 等着警察传唤 反正你们那边呢 也不用跟我在网上就怎么样 说什么 咱们不用敲键盘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以第三方角度 还是以当事人角度 纠沉不清 就去用法律图人来解 报警 怎么样 OK 或者是你私下想跟我解决 那就别通过第三方 因为这只关乎 当事人 外人呢 就不用像圣人一样 去绑架评论别人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就是接受一切法律的传唤 询问咱们配合工作 哪怕最终 我因为这事 付出了一个法律的后果 那我也得坦然面对 因为我相信 不仅我一个人 也有其他主播 肯定是收得过赞赏 因为你看到了 这虽然说这个盛情难去 不能称之为收钱的理由 但是我收了 我就敢面对 OK 所以大家呢 怎么看 怎么评论 只要你 能够正确的去评论 然后呢 不要在这里爹 妈的娘去骂 不要说是在法律 给出任何的一个处理 结果之前 你就把我判死刑了 这我肯定会不接受的 另外 朋友们 我在派出所的时候 按照你们想法 我自首了 自首完 我描述事实 然后微信在那里 警察没有说 让我把钱转回去 人家 在不出现 判断取证的机会 就把钱转回去 这算怎么回事呢 还没有盖棺定论吧 另外当着面 我已经给你们看了 对吧 是不是 我 对不对 我就已经跟他说了 我说你看看 对不对 咱们是调节也好 或者是 你报警也好 我就在派出所 你接一下视频微信 咱们把话说清楚 这一点上 就疑点很大 那如果是你 你真的想把这个钱 要回去 或者说我是 怎么样怎么样 已经在派出所了 已经走到法律程序了 那你就露个面 然后当着警察 咱们有啥不能正 以 真正面目正人呢 这点 你们又怎么看 你们只知道 在喷我一个人 对不对 好